謝謝大家 今天中指要在這種七分鐘的時間做 我只講一句話 沒有嗎 你們兩個在一起 我們要親一下 總結 總結 報告 謝謝 那我要先回一下 給除一下 第一回就是說 我剛才用那個例子 是要講說不用之用 因為中指裡面有講說一棵樹 那棵樹能夠長得 樹齡很久 它是有原因的 那無用呢 有時候變成大用 那美國那棵樹 我講美國那棵樹 它是在那邊 已經兩百五十幾歲 可是每年很多人去看它受到鼓舞 就像莊子一樣 莊子在世的時候 相信它的父母親 也會覺得說 這博人啊 卡小 他 說明看很多朋友說 你這個連家都養不齊的 那有什麼用 可治 裝飾就是無用的大用 我只要解釋這一點 沒有說 或許會有人有誤解到 那 我最後 要 因為各位今天來 所以我強迫各位 我說 聽一送一 強迫各位笑一聲 這一個呢 跟欠茲 年初倒讀的 那本書 有關係 叫做 這一聲至少當次灑瓜 那 這一聲至少當次灑瓜 那本書 讓我想到了 要倒讀裝置這本書 那所以 我想就很快的把 剛才那個 那個 陳知名也提到這本書 那就很快的把它講一下 那 這本書裡面呢 第一個我要講 就是說 他 做了七年的 有機栽培 沒有農藥 然後 全部失敗 全部失敗以後呢 終於 在 第七年 1985年 7月30日要走何路 跑去自殺 無意中 他看到了一個考書 發現了真田 第二天 馬上做一個動作叫做 改良泥土 所以重點是 改良泥土 然後 第二年 經過兩年 蘋果樹 結了七顆蘋果 收成了兩顆 在改良泥土以後 兩年多以後 全部蘋果樹都開花 好 我們現在來看 他的生命關鍵轉折在哪裡 就是 關鍵轉折在 發現了幾顆 在深山中 沒有加農藥 沒有加肥料 健康生長的烤樹 所以 提到一個重點 他說 在這個以前 我自己 只看到蘋果樹 皺眼可看到的部分 也就是地面上的問題 完全沒有想到 地面下肉眼看不到的部分 這麼多年來 自己一位在乎蘋果的枝枝葉葉 完全忘了蘋果樹的根部 這我覺得是重點 第二段 這根烤樹很細 健康生長的烤樹很細 樹幹不超過15公分 但樹根卻十分的扎實 牢固的樹根深深的砸入大地 雖然樹底還很年輕 但是根又粗又長 那根非常粗 又粗又長 答案就是泥土 泥土相當鬆軟 溫溫的還帶有刺激的味道 這些泥土不是人為的 不是人為的泥土 而是棲息在這片土地上 所有生物生長的結果 所以我現在要問各位幾個問題 第一個 人世上 人世上 什麼是肉眼看得到的枝葉花火 什麼是肉眼看不到的根 什麼又是根所生長的泥土 這我覺得看這本書 需要思考這些問題 第二個 當父母的你 你是父母了 你是否常給孩子太多的肥料 是否嚇了太多的榮耀 是否常除掉原本對泥土有益的雜場 我們看來本書 這一生至少當至少完便 都有找到這些問題 第三個問題 你瞭解你的孩子嗎 他是蘋果樹還是烤樹 是溫樹裡的玫瑰還是野外塔 如果有一天你再下肥料 你當你不再下肥料 不再噴農藥的時候 它還能活得跟燙花 牧村用自然農法 扎田出來比果樹 台風吹不倒 樹上結了果實 強風吹不掉 這個結果 有沒有給你怎樣的啟發 這是我認為 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所以告知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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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